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中国方面呢 中国的A股继续发微 上证指数呢 创下了过去10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上涨呢 0.8% 爬上3200点 再次爬上3200点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着重说一下中国股市 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欧美方面 欧美股市昨天 英国 法国 德国 包括美国三大指数呢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 涨幅都在0.5%至0.8%之间 美国呢 三大指数继续刷新高 分别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所以现在美国指数呢 应该来说走势是异常强劲 另外其他方面呢 油价昨天晚上暴涨 由于呢 现在11月底在会谈之中 很有可能会达成现产协议 因此呢 油价昨天晚上暴涨5%以上 现在目前价格呢 是在48美元左右 另外呢 黄金价格继续稳定在12110左右 但是距离1208的关键支撑价 现在也是只有2美元 一旦1208被打破 那么很有可能 黄金价格呢 我们说1208还不算 应该说是1200至1208之间 这个区间被打破 那黄金价格将很有可能至少是去到1150左右 那么美元昨天晚上继续上涨 非美货币继续承受压力 今天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石油价格 重燃战火 以及呢 A股王者归来 在过去两周 我们目前呢 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市场的疯狂 这个包括了这个在美国总统当选之前 当选当天 以及当选之后市场的强烈波动 那我们不仅要想想 在我们过去着重讨论的这个股市 汇市 以及黄金之外 似乎有一个产品呢 是被人们遗忘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年初的明星产品 石油 那么油价呢 应该来说从10月底到现在 到美国大选之后 一直到昨天为止 在昨天早上之前都处于一个下跌 或者说是一个疲软状态 但是呢 从10月8号到昨天 应该昨天是11月的10号 11月的10 十几号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石油价格最终是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上的信号 之后呢 是借助着这个石油现产协议 有可能会达成的这个可能性 虽然这次也是石油现产协议这个借口 以前也用过好几次 但这一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说到 本次的石油现产协议有很大的可能会达成协议 因此呢 这一次外界对于现产协议的期望值非常之高 那油价呢 也正是从10月底当时的这个低价 现在是开始上涨 那昨天早上呢 油价正式突破了4小时关键线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本来我还想等一等 按照正常速度呢 我通常保守的说 会需要等待三天 三天不破 我才会说到 但是今天才第二天 那油价已经上涨超过5%了 所以我在今天就已经不再等三天了 就已经跟大家说 油价在中期已经突破了上涨信号的轨道 目前进入了上涨区间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油价这个上涨呢 这一次和将要召开的这个石油现产会议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不得不承认的是呢 石油现产协议会议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 现在呢 依然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就像是这次美国大选一样 外界都看好的希拉里最后呢 却是失败 特朗普上台 所以这一次呢 也有可能 虽然是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已经亲口说到有很大可能达成协议 但最后呢 也有可能是达不成协议 所以说 但是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抛开其他的方面不说 技术上来说 油价目前是一个上涨趋势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着重说到的 也是我们华人朋友们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金融产品 也是我们所有华人金融产品投资的第一选择 就是 或者说是第一次选择 就是股票 股票 尤其是中国的A股 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股市呢 现在已经稳定在了3150点之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考虑了呢 这中国的股市是我反反复复说到的产品 我在前两个月就已经跟大家说到 我在3150点左右进场 但是呢 当时是第一次冲上3100 因此我被套住整整两个月 在上个星期周四的时候呢 是正式截套 到现在为止呢 它说明它已经冲上了3150 并且稳定在3150之上 当时我被 我有点心急 因此呢 3150的进场呢 被整整套了两个月 但如今呢 要跟大家说到 现在我判断中国股市会上涨的根本因素 就是人民币的大量超发 再说一次 人民币大量超发 导致的国内物价普遍上涨 但唯一没有涨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A股 所以说A股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屁都没有一个 看房价 看葱 看姜 看猪肉 什么都在涨 就是股票不涨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 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可以正式关注中国A股 加上呢 GoMarkets在今天A50指数正式上线 所以 因此各位投资者 如果现在是在海外 或包括在国内 如果大家想投资中国的A股的话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平台 在网站上呢 搜索到指数里面的产品 我们已经新添加了中国的A50指数 那可能其中朋友要问我 或者观众朋友要说到 那你这么自信 你到底买的是啥 你买的是这个四川长虹呢 还是上海宝钢呢 还是申万科 那我要说的是呢 对于中国的单个股票 我承认呢 里面的水实在是太深 我自认呢 水平不够 能力不行 钱包也不够厚 因此 我不会选择单个的股票 所以呢 我目前选择的中国A50指数 是由中国的排名靠前的50只大型蓝筹股组成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看好的是中国的大盘 而不是单个股票 那这也是我们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呢 现在目前不需要开设国内股票账号 目前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投资 中国A股的方式最好办法之一 所以在目前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背后 国内物价呢 是什么都涨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相信 只要未来的政治稳定 那么A股在未来的六个月之内 依然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上涨态势 那如果你涨得太快呢 当然也可以等它回调一些再去进场 但整体上来说 只要A股是保持在一万点之上 那么呢 就是处在一个上涨趋势中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明天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